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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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过的星辰如麻 忘不穿雨中的她 这一身月光光 能否待她 上的星跪墙 愿做她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族 绽放盘式的光束 愿做她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明月将我心写起碧雾 留下不悔的轻松 愿做她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族 绽放版式的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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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主子 这口井也是干的 进入山西以来 那旱青是越发的严重吗 是啊 老人家 这口井也没水了 这儿也没水了 哎呀 这个咋办哪 老汉带的水早就喝光了 此去我女儿家中 这还有十几里路呢 老人家 我这还有一壶水 你先拿去吧 多谢 多谢 老人家 此次的旱情 涉及多大的范围啊 多大范围 这方圆数百里 五万青徒弟 十二万人口 颗粒无收 颗粒无收啊 我活了七十岁了 这是我见过的 最严重的一次旱情哪 多谢 老人家慢走 主子 启命主子 这个小村庄 有几十户人家 房子都挺干净的 咱们借宿没问题 只是 这村子人烟稀少 好多房子都空着 显得有些诡异 为什么 这些民房都好好的 有一些一看 还是新翻修过的 怎么会没人住呢 是啊 房子是挺新的 就是没人住 也许这儿 不久之前遭过匪患吧 这户院子里 倒是有吹烟冒出来 应该有人 我去看看 有人在吗 官爷不必再催了 老夫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家老宅子里 不是官爷啊 老人家 我们是过路的外地商客 错过了速投 能否在这里借宿一宿 房钱要多少随便你开 不必给钱 我们这个村子 什么都缺 缺水 缺粮食 缺人 就是不缺空房子 你随便住吧 老人家 此话怎讲 村民们都去哪儿了 我们这个村子 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旱灾 村里只剩下一口老井 每晚能渗出一点点水来 但凡有点办法的 都出去投金靠友了 没起没有 但还卖得动腿的 也都到外面去刑起 逃生去了 只有我这等老弱病残 在这儿等死 可是官家还逼得我们 快 保护主子 这两个人好生瘾瘦 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主子 这两个就是那日在客栈里 调戏士叔姑娘的人 其中那个领头的把祖 还被主子教训过 怎么回事啊 老杨 这还是个高手呢 吃憋了吧 看什么 我问你干什么 梁婆子 我还正纳闷呢 就凭你不敢抗命啊 原来 是有这么一门富贵亲戚 求老板 你可别牵连无辜 老妇 哪儿来的这等富贵亲戚 他们都是过路的客商 在我家借住一宿 明天就得赶路的 路过的客商 让我瞧瞧 是吗 咱们是见过的是吧 姑娘 你也在这儿呢 真是缘分哪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还好意思说呢 那日在客栈喝醉了闹事 他就是被我教训的那样 哎呀 羞死人呢 原来你还是个朝廷命官啊 那日你当众调戏我家的丫鬟 就已经失了体统 你还追到这个村子里 没完没了了是吗 你 老杨 咱们今天来办正事的 你还穿着官服 收敛一点 也对 老子懒得立些些外小人 几位 老子是来办公差的 梁婆子 怎么着 今儿个你是搬哪 还是不搬哪 不搬 老夫就是死也要死在 我自己的房子里面 你敢公然抗命是不是 你是不是不要活了 老人家 你是不是将房子 座驾卖给了他们 卖给他们 客官 这房子是老夫夫家留下来的祖产 房子后面还有寂寞良田 老夫家祖孙几代人 就靠这点良田生活 如今虽然不幸遭遇了旱灾 可老夫也舍不得 变卖这个祖产哪 这个邱老板 长着官服里有人 随便给了撒瓜俩枣碎银 就要强行圈走咱们整村的房田地呀 你闭嘴 老不死 求老板给你安置费 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你还敢在这里计较或多或少的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捆了你 行了行了 梁婆子 圈地的文书是巡抚衙门发的 你向几个过路的客商诉苦 有用吗 可是在下听说 顺子爷曾下过明照 废止圈地 几位是读书人吧 看着就像 带着那么一股的迂腐劲 古往今来这皇帝总说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但谁曾见过 哪个王子犯法 真与庶民同罪 就算是在皇城杆底下 那些王公大臣不也是 一大片一大片的圈地吗 皇上不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你以为是过路的客商 我劝你们 别多管闲事 听清楚了吗 老太婆 明日一早 我就带人来这里破土强差 届时你还没搬走的话 那我就把你埋在这破房子里 老夫就在这儿等着你们 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自己的老宅子里面 巡抚衙门令 凡是胆敢公开对抗官府者 建案谋反论主 格杀勿论 所以今天老子就是杀了你 也是在执行公务 最后再问你一遍 搬还是不搬 不搬 那明白了 你既然挺了心不搬了 那也好 那你今天晚上就吃得薄的 免得明天做个饿死鬼 啊 看什么看 小心我把你双眼给挖出来 瞧瞧 富商家的丫头都不一样 脾气这么大 把我眼珠子 来来来 挖挖挖挖 推训 干什么 真想打架啊 看清楚 也可是巡抚大人的直属亲兵 你们要是真敢跟我动手的话 那就是造反 来啊 好呀 几位 老阳 这几个人呢 出言不凡 气度也不凡 像是有些身份的 别节外生至 先回去 先 先回去 走走走走 几位 请吧 梁摩队 到底搬还是不搬 你可要想清楚了 诸位 告辞 主子 这几个混账东西 不给他们点教训啊 这些都是虾兵蟹酱 没用的 老人家 再多吃点吧 不瞒你们说 我都半个月没见米香了 不怕你们见西啊 我都喝了五碗了 老人家 听说这山西旱情 已经惊动了朝廷 朝廷也已经拨了大批的赈灾物资 你们都没有分到吗 赈灾物资 哎哟 咱老百姓 连一粒米都没见到过 一点都没有分到 一颗米粒都没见到过 老人家 我看你这儿 冷锅冷灶的也有一段时日了吧 不是圈地有安置费吗 为何不拿这些安置费 去买些粮食啊 别提安置费了 姑娘啊 不瞒你们说 就我们这样的地 按理来说 好歹一亩也只四五两银子 可是上面 他们只肯给一两啊 而且层层盘剥下来 有些关系的 运气好的 也只能拿到几钱呢 像我这样的老不死 就只能拿几个铜板 老人家 这圈地一事 已经违反了朝廷的政令 你们为何不上告啊 告 去哪儿告啊 老夫的儿子 先去县衙告状 被他们拉了出去 一顿毒荡 还给他忽别了一个什么罪 被他们连打带兔 回来以后 连伤带气的 没多久 就扔下老夫去了 老夫的孙子不服气 借了些前去太原府明月 也被巡抚大人 当盗贼发配官外 至今未归 一去不回 还怎么告啊 还有这段事 这山高皇帝远的 这圈地的人 可是个通天的人 通天 通天 是当朝的大红人 敖拜 你知道吧 听说过 山西巡抚刘德昭 他就是敖拜的门生 还有那个圈地的囚老板 他就是刘德昭 寄取的夫人的小舅子 您说还到哪儿去告啊 可是 听说敖拜不都已经被皇上给查办了吗 你知道吗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敖拜这些年提拔了多少门生亲信 他们都大权在握 盘根错节 连皇帝都忌惮他三分 不然为何 皇上就只把敖拜捐禁了呢 这官场上的事说不清 万一哪一天 敖拜东山再起可怎么办呢 好了 主子 今天的箭文全都记下了 你小心收好 等我回京了之后 请一桩一箭地查 一个一个地办 主子 小小气 今天晚饭都没有吃 保重龙体要紧啊 坐吧 吃 这所见所闻 我还怎么试得下 顺治朝就已经下得禁令 到现在还有令不止 让许多百姓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还肯侵吞朝廷的赈灾良款 你爹爹的密奏 所言非虚啊 主子 那咱们可得小心啊 听说这山西官场 敖拜残存的势力 不可小缺 他们掌握的地方官兵 足有上万 万一他们知道了主子 在微服司法 起了歹性可了不得 小不忍则乱大谋 只能暂且忍着了 可是 他们明早就要来强差了 这些百姓们该怎么办 那个叫羊八狗的 还有刘德钊 新老婆的那个小舅子 裘贵吧 他们一个个都是 心狠手辣的角色 如果咱们一走 那几户宁死不搬的村民 不得被他们活活给弄死啊 不会吧 这村子里还有几户人家 十几口人 我不相信他们敢全都杀了 主子还别不信 我在山东行医的时候 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也是有几户村民不肯搬迁 那圈地的 是奥拜府上管家的表弟 直接派人在半夜里放了火 却推说是他们自己 不慎烧了房子 那几户家人当中 有几个性子烈的 想要上京告玉庄 却在半路上 被一伙身份不明的歹人给杀了 案件至今未破 老奴老家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不搬的一家 无口被灭门 却推说是得了瘟疫 其余人也都是敢怒不敢言 那怎么办呀 咱们可得救救他们呀 不然咱们走了 这些老百姓 不得被那些豺狼给吃了 可现在书见伤势危急 我必须尽快赶过去看一看 听了详细汇报山西官场的情况 只有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才能把这些豺狼一网打尽 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这些豺狼 把人给吃了吗 师叔姑娘 现在主子的安危是最重要的 这俗话说得好 强龙不压低头舍 主子您的身份 是万万不可暴露的 这样吧 待会儿我们进村查一下 然后再做打算 这 走 主子 您瞧 那户人家好像有人啊 你听 他们好像刚生完孩子 只可惜 明天一早 就得拖家带口 背井离乡 可怜的孩子 苏通 诺才在 把这个珠子 送给他们的孩子 顺便打听一下他们家的情况 喳 一欢呢 刚刚还在我身后呢 这丫头 又乱跑 我明明听到有人求救的呀 救命啊 快走 救命啊 站住 救命啊 干什么呢你们 当兵的居然抢抢民女啊 瞧着小脸够水的呀 要不一起带回去吧 救老爷见的一定喜欢 走 快 快 我跑不动了 姑娘 你没事吧 他们都追上来了 天哪 她怎么长得这么像徐姐姐 难道 这舒婉欣逃跑一个月了 我们也想不明白 她没有报官的原因 但是 她极可能已回山西老家 去找她父亲书箭了 哎呀 此处离太原府不远了 难道她就是 从明珠谷逃出来的舒婉欣 可是她一个弱女子 为何不报官 需要独自千里迢迢逃回老家呢 婚儿 婚儿 婚儿你在哪啊 婚儿在哪啊 婚儿 来 姑娘 咱们躲这儿 快点 去这儿 快 姑娘 没事吧 姑娘 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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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里好像有婚妹的呼吸声 但似乎 还有另一个微弱的呼吸声 婚妹竟然没有发声 定是石出有业 不便现身 这丫头 这丫头 跑哪儿去了 这丫头 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义欢 没事吧 你脸白成这样 是不是特别饿 来 姑娘 吃吧 谢谢 我 我 感谢观看 我看你也不像这个村里的人 你为何一个人啊 你从哪儿来啊 要去哪儿啊 小女子 本是山西太原府人士 突经此处 看到一处空的房屋 本打算暂戒一宿 谁想到 我刚住进去 就有两个官兵闯了进来 说我强占民宅 要抓我去建官 幸得女侠出手相救 小女子感激不尽 我 我根本不是什么女侠 我跟你一样 是突经此地的过客 你我相遇也算是缘分 不如互相留个性命 他日江湖再见的时候 也是朋友了 我叫易欢 你呢 是玉女侠 玉女侠无疑高强 有仗义助人 小女子能够结识玉女侠 是小女子的荣幸 小女子的贱名不足为道 只是 我这出门在外 身上的盘缠没有带足 易女侠家住何处啊 小女子平安回家之后 一定备下薄礼 登门致谢 口风倒是听尽的 不肯说自己的姓名 反倒盘问起我来了 谢就不必了 我看咱俩年龄相仿 我是顺治十二年五月初四生的 不知道该管你叫姐姐还是妹妹啊 小女子出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八 可不就是书碗新的生产 那 那你比我大 我应该叫你姐姐 姐姐 你一个人手无腹肌之力 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 也没个伴儿陪你啊 两个月前 家父把我献给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 那个男人 要在很多姑娘当中挑选妾室 我是被选之一 没想到 我还没有到那个男人家 就阴差阳错被人挤走了 直到近日 我才侥幸逃出来 这个有权有势的男人 指的应该就是龙小爹吧 还有此等事情啊 那你逃出来以后 为什么不去报官啊 你现在 难道要去找那个 有权有势的男人啊 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未曾去报官 是因为那些节奏我的人 固然可恶 但是我不恨他们 反而心存感激 为什么呀 家父把我献给那个 有权有势的男人做妾 并非出于他的本意 实在是那个男人 太有权势 家父不敢违逆 因此我在心里早已发了誓 若被那男人选中为妾 那我便以死明治 其实那个男人有权有势 也是个不错的归宿啊 你宁死不从 莫非 我看你戴的这块玉 应该是鸳鸯玉吧 你戴的这块是熊的 那瓷的那块 莫非姐姐已经有心上人了 那我明白了 怪不得你从劫匪那儿逃了以后 不去报官 你现在是想去找你心上人啊 实不相瞒 我自幼丧女 和爹爹相依为女 我是真的想在我出走之前 悄悄回一趟家 去看看家父最后一面 她说去看家父最后一面 然后就私奔 那如果她发现她爹快死了 那她肯定就忍不住露面了 这不就麻烦了吗 这院里有人 你去 一群窝脑妃 这事还得麻烦我 行了行了 想不到这信阳的 居然能听住我们的呼吸声 那我肯定应付不了 不如叫救命吧 不行啊 要是这样就惊动了龙小弟和索额图 那就更糟了 姐姐 我们躲到那边去吧 走 好 快 怎么了 这边 快 走 跟上 这边 这边 快 站住 这一关到底跑哪个车啊 站住 快点 姐姐 姐姐 没事吧 别动 别动 你们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 来呀 拿下带走 是 等会儿 你不是 老爷 来 这丫头不是跟那几个负伤在一起的吗 啊 怎么了 我总觉得那几个负伤没那么简单 找另外一个 这个不错 免得接外生症 嗯 也行 嗯 兄弟们 把这个带走 是 快走 姐姐 放开 李翔 快点 姐姐 姐姐 别喊了 现在没人能救的人 那边有好多人生 去看看 好 老实点 走 小妮子 没看出来还是个练家子 这天是不是把我的兵给打了 你脾气还真是烈啊 不过爷就喜欢骑猎马 之前你不是说要来挖我的眼珠子吗 现在看来 只能是爷挖你的肉了 老大 你没事吧 老大 我没事 没事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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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老来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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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害朝廷命谋的 可是大罪 这样一来 很容易暴露身份 杀了就杀了 想办法善后 这三更半夜的 你到处跑什么呀 喊你你也不应 你知不知道 我们很担心你 我 我是 晚上没吃饱饭 本来想 看看村里没有什么鸡 填饱一下肚子 结果找了一圈没有 就就遇上这个坏蛋了 饿死鬼投胎啊 天天就想着吃 除了是你 还能知道什么呀 我还知道饿 你看看你这个妹妹 脑子里装的 都是什么东西 陈妹从小生活艰苦 所以一有机会 就惦记那张嘴 让主子见笑了 我知道 你们曾经都吃了不少苦 但现在跟了我 会绑你们一时荣华富贵 再不受半点苦头 谢主子恩体 主子 光让我们两个不受苦 也不行啊 你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 都不再受苦才是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 我的老大 虽然贪吃 但不贪心 更不自私 心里边天天装着天下百姓 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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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不必慌张 先找个地方 把他埋了吧 这儿 来人呢 把他拖下去 这儿 快 快 主子 主子 那个杨八总的尸体 我已经在外面买好了 同时 奴才安排了人手 守住了各个路口 现在连这苍蝇 也不会再飞进来了 嗯 办得好 对了 再有人来打探消息的话 先不要杀掉 悄悄把他们拿下 找一个地方关押起来 到时候 他们也是人证之一 这儿 还有 这村子里边 剩下五户人家十一口人 但他们全都是老弱病残 左图 挑几个可靠的人 去找一个安全僻景之地 务必在天亮之前 把他们全部转移 这儿 哦 对了 他们都是老弱病残 就把我那辆马车 我给他们 这儿 马三 我们走了 这儿 咱们也都准备一下 天一亮 我们就要离开这个院子 主子 这才三景天 你先回屋休息吧 等我们收拾好了以后 再叫你出来 好 明儿再赶一天的路 就能见到书箭了 到时候 肯定有很多事情 要等着我处理 所以啊 我是应该好好养养神了 那我给您点一炉安魂香吧 不然你睡不好 又该胡思乱想了 不容易啊 会体贴人了 啊 主子睡着了 行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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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哎呀啊 主子本来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闻了你一个什么香 马上就睡着了 你说 到底给主子闻的是什么香 就是普通的安魂香 您放心吧 对身体无碍的 真的 真的 叔父 我怎么可能骗您啊 你就不要再叫我叔父了好不好 咱们最好是永远都不要认亲 乙欢我求求你了 你千万不要对主子 有什么不好的心思 更不能想要去害他 否则连我都活不了了 哪有 我怎么可能害我都龙小弟呢 我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害我都龙小弟的 你说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该相信还是不该相信 但是我告诉你 我伺候过三个主子 咱们现在的主子 是最好最好的一个 你不是说过要为什么 要为天下苍生 黎民百姓着想 是不是这么说的 那你就更不要想着使什么坏心思 更不能害了主子 也不能连累我 也不知道当初是谁 帮着敖拜给皇上抑制下毒 那不也是迫不得已吗 再说敖拜啊 也没有想害了主子 给主子下的药呢 主要是想扰乱他的心神 让他不能离朝政 可你们 我们要想害他 在宫里早就害他了 何必等到现在呢 叔父 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说好了啊 我给康熙下的安魂箱的分量很轻的 索额图在安排村民很快就会回来 咱们得抓紧时间 你能确定那姑娘就是舒婉欣吗 我看看 当然了 我生辰度对了 错不了 幸好他被刘德昭的小舅子给抢走了 否则被所额图发现那可就麻烦了 可他现在落在恶霸手里 不定后果怎么样呢 咱们得去救他 都什么时候了 你居然还想着去救舒婉欣 怎么敌有不分呢 六师傅 他不是咱们的敌人 他是无辜的 他威胁到咱们的大业 那就是我们的敌人 可是你这话说得不对 六师傅 怎么不对了 我们替先帝报仇光复大明 那才是大是大非 这些小事情根本就不应计较 我 六师傅 义欢说得没错 舒婉欣必须得救 他从明珠谷逃出来以后 一直没有报官 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是想着 悄悄和自己的心上人私奔 但眼下 他落在了刘德昭小舅子手里 为了自保 他很有可能 说出自己的身份 刘德昭知道真相后 必定会上报朝廷 那样的话 倾城的身份也会暴露 可我们眼下怎么救呢 我们一不熟悉路线 又不知道他们把人抢到了何处 而且 这天就要亮了 实在是来不及啊 这样吧 一会儿我装病 留下来和那些村民一起去休养 等你们走之后 我就会悄悄地去找舒婉欣 如果他没有暴露身份的话 那我就会把他救出来 并把他送到明珠谷 倘若 他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那我只能杀了他 和所有知情人已决后患 六师傅 你不能这样 如果这样烂杀无辜的话 跟当年清君 杀无辜的老百姓 有什么区别啊 欢儿 你怎么跟六师傅说话呢 师傅 你别生气啊 一欢他就是这样 说话不知轻重 我看要不这样吧 如果这个舒婉欣 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六师傅 就把那些知情人士杀了 留舒婉欣一条命 把他送回明珠谷就是了 是啊 六师傅 那些构杖人士的东西 本来就死有余辜 杀了也算是替天行道 但是舒婉欣是无辜的 我们不能伤害他 既然太子都已经这么说了 那就这么决定吧 谢谢六师傅 谢谢六师傅 这雪嬷嬷昨晚摆好会儿了 怎么一下子就病痛了 其实 昨天白日里雪嬷嬷就有些不舒服 她只是在硬撑着 没敢禀报主子 臣妾已经拜托那些村民照顾她 想来养上几日也就没事了 只是她这一病了 你就没人伺候 主子能够恩准臣妾出宫醒亲 已经是对臣妾格外开恩了 这些小事情 臣妾自能克服 还是您省心 不像某些人 就知道给我添乱 热热热 左途派人送来了密奏 说皇上已经进了山西境内 应该很快就能悄悄地见到书间了 这是皇上第一次为福出京 只愿皇上能托皇祖母的福 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就好 玄夜她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她若是只在紫禁城的方寸之间长大 她怎么能够管好这万里江山 让她出去历练历练也好啊 纵然会有一些波折意外 但皇上乃天子之命 也必定能化险为夷 皇后不必太过担忧 妾身别的倒不担忧 只是不放心这李氏兄妹而人 你放心吧 爱家再三的主妇索图和李德福 让他们盯牢了李氏兄妹 况且李氏兄妹若要真的有图谋不轨 那在这宫里头早就应该下手了 既然他们没有异常举动 就说明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暗海皇上 此次山西之行也能让皇上和我们大家 都能看清楚这李氏兄妹值不值得啊 谢脸 哥儿啊 嗯 杨八总找着了 找着了 不管他说出什么理由 先拖出去给我打五十军棍 此风不可掌啊 居然敢不声不响地玩失踪 这以后这对我我还怎么蛋 还军什么棍哪 人事找着了 在一棵杨树底下埋着呢 死了 死了 肋骨断了几根 而且被一箭穿芯 我纳闷呢 环阳村的十几个村民 没这个能耐啊 除非 是那几个外地来的客商 他们带了一群保镖 而且个个身手不凡 二公子 这钦差大人迟迟不来 难道咱们就一直在这儿傻等吗 时常有人在皇上面前敬禅 说我们平溪王府的人居公自傲 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眼下出了这么大的事 皇上又特命钦差来此查案 我等自然应该恭敬些 以免落人口实才是 二公子 如此维护平溪王府的声誉 若是让王爷知道了 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我只是在做我的分内之事 我父王知不知道 都不重要 所以说王爷的这几个儿子里 就属二公子最为人好 吴公子 钦差大人还没有来吗 应该快了吧 那我们兄妹二人 可需要回避一下 那倒不必 二位都是我无印旗的朋友 刻意回避当然不需要 但是 如果二位不习惯接待 朝廷要员的一些繁文辱节 当然也可便宜行事 待我事情处理完毕之后 再与二位一同上京 那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如我们就留在自己房里吧 也好 那就随姑娘的意 这几个客商 丘棍啊 你的意思是说 杨八总是被这几个客商所杀 要我看 不但杨八总是被他们杀的 连那十几个失踪的淮阳村民 也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老爷 我看这几个客商 身份可疑 行踪诡异 您是不是得派人去查一查 春秋两岸 这条文字幕的终于 空两岸 身份可疼 深厉害 一生的缘 广播隅 将心流于任神间 数我毒 人身间 收窄 月掌心情卷 天与地 开在眉间 叹千秋 万事怀烟 心中喜流 回远方情卷 回首一生 路安满 天与地 开在眉间 叹千秋 万事怀烟 书几许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入梦 心间卷 去回 心间卷 心间卷